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从岳飞是如何指挥战斗 英勇作战的传奇故事讲起 宋高宗赵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画皇帝 品名赏画是他的兴趣所在 建言四年 也就是公元1130年3月的一天下午 赵构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大臣敬献的书画作品 突然 宫中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来人顾不得宋高宗喝茶赏话的雅兴急忙禀报说 前方战宝 金国突然出兵 正兵分四路攻打我大宋国 因为缺少皇帝 大军们节节败退 已经有不少城池相继失守 宋高宗赵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神色不安 眉头紧缩 他心中暗想 大宋国可不能就这样轻易毁在我手里啊 他急忙传令各地加强兵力 严防死守 宋高宗在宫中来回踱步 他心想 要想活下去 除了抵抗之外 别无选择 可是 以自己的学识 才干 勇气和意志 文不能制作 武不能安当 根本不可能和金国较量 只能无好身边的文臣武将 放眼望去 这些宫清士大夫们 都不是王所之才 指望他们靠得住吗 可是 不指望他们又能依靠谁呢 眼下情况如此紧急 必须要派一位了解金国战术的得力干将 亲自带兵指挥 才能反败为胜 抗击金军的进攻 但是 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忽然 赵构眼前一亮 中将岳飞 年薪有为 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立即下令让岳飞都失抗金 当时 年仅26岁的岳飞 作为军队统帅 正奉命在太湖流域的江苏宜兴 长州 浙江 长兴 安徽广德一带作战 长州烟城三城三河 进城出城只有一条水路 由于烟城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的特殊地理位置 具有一手南宫的特点 成为岳飞囤兵驻扎的首选之地 金军突然进攻长州 情况十分紧急 在岳飞带领士兵们英勇奋战时 主持监防的大臣刘光氏却贪生怕死 一逃了之 东京留守 杜冲也吓得整天闭门不出 甚至带着健康府库存的银两和三千多名将士 主动向金国部队投降 消息传来 军心浮动 人心惶惶 岳飞明白 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军心 让大家团结起来 他立刻传领 让将士们迅速在长州烟城兵营集合 岳飞把位于烟城外城的一座高高隆起的土台子 作为他的典将台 居高临下 表情民众又语重心长的鼓励部下将士们说 军令如山 保家卫国是大丈夫的责任 我们要以忠义报国 立功名 如果是因为和敌人拼杀战斗而死 死而不朽 但是 如果是因为贪生怕死 主动投降当俘虏 或者当逃兵 偷生苟活 生死 明灭 将士们被岳飞的慷慨沉死所感动 掉下了眼泪 岳飞的这番豪言壮语 也传到了之前曾在杜冲手下 四处逃窜着一些将士们的耳中 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纷纷表示愿意听从岳飞的调遣命令 跟随岳飞继续抗金救国 岳飞不计前嫌 将他们也收兵入伍 这些战士大都是北方健儿 征战平凡 战斗力强 他们的加入 不但鼓舞了军心 还壮大的队伍 在岳飞的带领下 将士们逐渐成为江南抗金的主要力量 在燕城屯兵的岳飞 带领将士们在太湖流域四战四胜夺回了长州 沉重打击了金军的气势 从此岳飞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深圳和朔 岳飞也因此升任通州镇浮石兼支泰州 拥有上万人马 面对兵强马壮 又占据地理优势的岳驾军 金军不敢贸然行动 只能在燕城周边 升东击西打游击战 不久后的一天深夜 金军忽然发兵距离长州 燕城不远的移星 当时正在燕城修整的岳驾军 得到前方战道的消息后迅速出兵 岳飞率军与金军在移星城南相遇 双方在百合场展开激战 岳飞横枪跃马 千百箭而越杀越勇 金冰不敌 惠不成军 狼狈的向北逃窜 岳飞率领的抗金禁旅岳驾军 纪律言明 作战骁勇是当时抗金的主力部队 金军评价岳家军说 推倒一座山荣椅 动摇岳家军的阵容难 岳家军在长州 移星等地开展的抗金斗争中 还帮助当地百姓 建坝驻扎 造桥梁固堤坝 与百姓们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体现出军民雨水之情 岳家军和当地的民装 基本上就是打仗一片 有一次岳飞要出去的时候 这个岳城民装 一意不舍 观送岳家军出征 有的送鸡蛋 有的送礼拼 但是没有一个人送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古代僵尸出征要喝葬心酒 岳飞也不准他的手下喝酒 就在这个时候 岳城民装就烧了那个垃圾桌 也就是12月初八是冬天 烧了这个垃圾桌 就守在岳甲京坚的路上 用完成好了 过去一个发育碗 过去一个发育碗 岳飞本来他不想让这个僵尸喝的 但是民众跪在这个路边 你们初衷的一定要把这个垃圾桌要喝 在这种情况下 岳飞就同意他的岳甲军 喝了这个垃圾桌 能征善战领导有方的岳飞 在建言三年 先后与金军展开了六四正面交锋 屡战屡胜 抗金之战使得岳飞所领导的部队出路锋芒 充分显示了岳飞的军事才能 他很快就被提升为部队的首领 那么岳飞究竟有着怎样的带兵秘诀呢 岳飞从小刻苦读书 尤其喜欢读关于兵法的书籍 史书记载 岳飞力大过人 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开一百五十公斤的大功 他拜名师学习武艺 每天勤于练习射箭 练就了左右开弓的本领 拥有一手百发百中的好剑法 传说岳飞离家抗金前夕 母亲姚氏在他的后背上赐了 金东报国四个大字 这四个字也成为岳飞一生 所严格尊奉的人生信条 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 奖罚分明 如果士兵擅自拿百姓的一根麻绳 用来捆绑喂马的粮草 都会被除以斩首 岳飞行军露宿规定 只允许士兵睡在狼眼下 士兵们都严格遵守纪律 即使热情的老百姓请他们进屋休息 他们也不进去 岳飞体育下属 关心士兵 经常替病号调要 将士袁征 他还主动关心他们的家属 因为作战而光荣牺牲的 还出资抚养他们一下子女 每当征战胜利后 皇帝的赏赐 他也都平均分给部下 岳飞特别注意练兵 冲山坡 跳豪钩都要穿着厚重的铠甲 岳飞毫不吝惜把左右射击弓箭的技法诀窍 悉心传授给将士们 因而岳家军作战勇敢 多次以少胜多 岳飞在抗击金兵的过程中 总是因地制宜部署兵力 由于金兵都是骑兵 遇到山谷地带时 岳飞就命令将士 专门在山高高深的地方伏计 因为占领了有力地形 山地之战 金兵的战马发挥不了作用 无奈之下 金兵只得退兵回营 公元1129年底 到公元1131年初的这段时间 岳飞在太湖边的长州烟城驻扎 获得了粮草兵援的补充 经历了烫金战役十一次 奠定了岳家军发展的基础 绍兴十年 也就是公元1140年 岳飞挥师北伐 大破金兵与衍城后 创作了一首气壮山河 生情积月 气势磅礴的传世名作 满江红 抒发了他扫荡敌寇 还我河山的坚定意志 和必胜信念 公元1142年1月 因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 岳飞被杀害 岳飞一生身体力行 生活简朴 廉洁正直 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文官不贪钱 武官不惜死 天下就会太平 这句名言 就是他在长州燕城出兵 攻打敌军时 对将士们说的 如今 燕城绿树成荫 鸟语化香 岳飞金戈铁马的征战岁月 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 专家说 岳飞当年在燕城 囤兵备战 他鼓舞士气 慷慨 陈词的典将牌 在人们心中 不只是一片 普通的高地 他寄托了人们 对岳飞这位英雄 无声的纪念 是燕城 悠久历史的一段 见证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 一员名将 岳飞金戈铁马一生 包括燕城遗址的 典将台在内 他在大大小小的 典将台上 轻点精兵强将 指挥作战 岳飞金戈铁马 报国的故事 让人钦佩 要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国宝档案 官方微博微信 好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是长寿皇帝 活到了85岁 他一心出家 四次舍弃龙椅 披上袈裟 下期国宝档案 主持人带您走进春秋燕博遗址 讲述梁武帝 硝烟的传奇故事